全面真的太幸福了吧 孙艺珍自从宣布怀孕后 一直都很少露面非常低调 11日孙艺珍突然在IG上 擅设六张美食照 原来这段时间一直在家学习烹饪料理 虽然这些美食是孙艺珍第一次的尝试去做 但成品却是相当完美 从照片中能看出 孙艺珍制作的有韩式饭卷 小鱼干花生 炖鱼 辣牛肉汤 披萨以及汉堡 每份菜上面都放了超多的辣椒 让人看得是食欲大开 网友们也被孙艺珍的厨艺惊艳到了 直呼羡慕玄冰友好口服 许多圈内好友也在评论区留言 表达想吃这些美食了心愿 不过也有些网友心疼孙艺珍怀孕了 还做这么多美食 质疑这么多辣椒对孕妇不好 喊话要她休息 玄冰下厨做家务 不过这或许就是孙艺珍和玄冰的相处方式呢 而且孙艺珍哪怕怀孕了 状态依旧绝佳 几天前她参加时尚活动 身材外貌几乎都没变化 所以就不用担心食物的问题了 男朋友自己喜欢的美食也是一种幸福呀 你们觉得呢